李总合同不难给我看一看 来来来 一人二百 走走走走 什么情况 走走走 什么情况 别别别忘了 赶紧走赶紧走 等会儿 涛儿 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你问啥 赶紧走 等会儿 涛儿你说 不用怕有我在呢 高经理说 咱们公司要裁员 这不给一人给二百块钱 让我们哥们钱上吗 是 对呀 公司也不警惕 赶紧散伙吧 大家赶紧回家过年 走走走 经理你挺厉害呀 我什么时候说 我公司要裁员 就是啊 你现在在取公司权力挺大呀 你说了算呀 我跟你们说啊 以后谁要是在港 我胡说八道 我就给他把嘴封上 这对呀 以后我跟他在飞飞嘴 吃下来喝辣了 知道吧 好看 还是你 是啊 大家以后好好干 不要挺警察言哈 年底八奖金 哎呀 哈哈哈 啊 对了 我刚才给同事们开个玩笑 我 我也想给你吃香的 喝辣的 别想啊 对 对 啊 可以看 不是 哎 菲尔导啊 嗯 嘿 大客户张总 被我送走了 嘿嘿嘿 那你们谈的怎么样啊 你别说 张总这回太给力了 五百万的单子 眼睛都不眨一下 直接签了 哎 啊 那他 没给你提什么条件吗 条件啊 哦 对对了 张总开玩笑 说要把他女儿嫁给我 挺有意思 嘿嘿嘿嘿 剪姑娘 嘿嘿嘿就说 那你们包括 险碑 五百万的 好了 benefits 还以为我跟你说 那本当那 怎么会 wojew 上班了 张总啊 是我爸 你你爸 老弟啊 这就是你未来的嫂子 怎么样 真漂亮 是吧 哎呀欢迎光临 飞总 走吧王一开 哎那个 哎对了飞总 那个我先给你请个假行吧 你怎么又请假呀 不批 不是怎么就不批了 你说这些年 我给你任劳任务的送你上下班 照顾你的饮食起居 那怎么就不能请你点假了 哎呀行行 那你得告诉我 你请假干什么去 啊那个我妈过生日 我想陪你回家待两天 阿姨过生日呀 对呀 那你总不早说呀 这样一个礼拜够不够呀 哎那个够了够了 那我先走了啊 哎王一开 啊 你就这样去啊 不是那我要干嘛呀 不是你不会反悔了吧 飞总 你这么大个人了 能不能成熟稳重一点呀 就空手去啊 来把这个拿着 不要买点好吃的 我不用了 那个不过还是 谢谢飞总啊 那个 王一开 啊 说点认真的 你说 你不在的这一个星期 你会不会想我呀 那个你放心 飞总 我肯定会想你的 那个 走老弟 先下车吧 哎老弟也在这呀 哎对 老弟也回老家 那什么 这不是老弟找了个女朋友吗 真好看 嗯 弟弟 你好福气啊 哎呀 对啊 哎对了 王一开 你上次不是说老弟想买辆车差点钱吗 要不然我给弟包一个大红包 哎呀不用飞总 我和老弟最近有实力 我们不是一直在玩帅头之兵吗 对不对 这个我知道呀 我也在玩呀 官方最近推出了帅头之兵新推计划 制作游戏相关视频就能获取奖励 而且完全不用担心缺素材 游戏内玩法丰富 不管战场武力交锋 还是私下勾心倒脚 都是充满了节目效果 太适合我和老弟这样的老玩家了 十分钟一个视频就嘎嘎火 现在手里充满了实力 这也太厉害了 老弟也很聪明呀 对呀 那个我带他的 哎王一开 你看老弟和他女朋友认识这么短的时间 就回家见父母了 咱们俩认识那么长时间了 你说 啊这个 对呀哥 你这带我嫂子一块回去吧 咱们玩肯定可开心了 对不对 对对对 啊那啊那行 那他嫂子咱们就回家吧 走吧王一开 哎呦 飞等你得站哪 七怎么了七七 王哥你快帮我看看 我这转场老弄不好 你快教教我 啊 行行行 你看 哎这样啊 这样行吧 哈哈哈哈 啊 过了还没 哎 一会儿回来帮你弄啊 飞飞等 那咋了 哎呦 我电脑好像中病毒了 你帮我弄弄吧 我不会弄 哎呀你吓我一跳你 你先先先 哈哈 哎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飞等 电脑挺好的 没中毒啊 啊 好了哈 哈哈 哎飞等飞等我们走吧 哎对了啊 这个给你换上吧 这什么呀就是啊 刚给你订的信息账啊 给我订的啊 飞等你真好 哎呦呦呦呦这小软饭吃的 姐你说怎么都没有我的份 就你话多 关键你们俩这都马上领证了 这房产本上也没你的名 你肯定不能答应他 人家父母辛辛苦苦 我这种一辈子钱 干嘛要写我的名字 不是 姐你要安全感要保障啊 我一离了婚咋办 不是 你这孩子还没结婚 那离什么婚啊 你话就先分手呗 哎 我是你亲弟弟 你对什么也没有我呢 你胳膊主向外拐 鸡一家人怎么就胳膊主向外拐 是吗 我不跟你说 姐你要想以后还给他生孩子 那生了孩子不也叫我妈吧 安全感 女人要是安全感 安全感是两个人一起创造幸福的生活 人家父母辛苦挣了钱 你老爹你他干嘛呀 今天没有老爹 走老婆 咱们吃饭去走 不是你们待着我呀 你在这待着吧 不带你 走吧 小王你等着我回家跟我妈去 哎飞嘴等啊飞嘴等 过去你也在哪 不是怎么了 印象辞职啊 没有 就你话多 跟你整理你资料 怎么了我一看 哎飞嘴等 嗯别动 别动 呦 你听到什么了吗 呦声音 我早上迷吃早饭饿了 饿了是吧 对对对对 不能让其他众生知道 我们飞飞嘴就是饿了 饿了 对了王一凯 啊我最近睡眠不好 总是犯困 而且啊 胃口也不太好 哎呀 儿子妈 今天晚上你想吃什么呀 我做给你吃啊 想吃酸的呀 还想吃辣的 你这样什么呀 胡说话的 叫习惯了 叫习惯了 我说什么 我真 我真受够了你俩 我天天得来吃你俩的狗粮吃狗粮了 不过也难怪 谁让我没有女朋友呢 不过 我把你俩的这个事 我告诉董事会 我看以后还吃不吃狗粮了 还 那那高经理 你笑哪 你这小伙来这套 我非得告诉董事会 高经理啊 喜欢拿小报告是吧 那不如这样 咱们公司啊 最近刚开发一个孤岛 你呢 就负责去孤岛上海上养殖三年吧 啊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